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介绍我家的菇寮 那有种了哪些菇寮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家的菇寮 这个 这边有一块黑布 这个也是算是说 也有一种保湿的效果 因为菇类在生长过程中 那个湿气也是蛮重要的 那所以我们有加了这个一块布 就是有时候我们就会给它喷喷水 那我先打开来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好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吧 那这好漂亮的菇菇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菇菇长得密密麻麻的 那老实讲啦 其实菇类如果真的要长得大的话 应该是说不能有这么多小菇菇存在 那可是自家种的我想就没有关系啦 就是虽然卖相不好 可是看到长这么多菇菇也是感到很好 心情很好就对了啦 那这个是玫瑰菇嘛 那旁边这个是珊瑚菇 然后也都有在长 那这边就是袖珍菇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有的菇菇太空包 就像这个袋子我就没有拆开 像左边这两个有拆开 其实是说 应该是说袋子不要拆开 让它口的地方生长 就变成菇类生长会朝有空气的地方长 那变成说你不把它拆开的话 它就会集中在这个上半部 那这样姑姑也会长得比较漂亮 那像这个的话 因为已经有被拆开过 所以它这叫做到处乱长 所以刚才我有讲 就是说它的长相卖相比较不好看 如果生意人的话 它当然是希望姑姑越大越漂亮 然后卖得更好 家里的就比较没关系 那这个就是有三种姑姑嘛 那底下这个也是袖真菇 是目前是长得比较大一点 因为早上已经有采收一批了 所以现在各位看到的话是 也算大了 那可能明天就可以采收了 那这个是回菌之后 有一些又再长出那个小姑姑 所以我们有把它打开 然后因为那个姑姑在生长过程中 其实也是需要光线阳光 所以我在盖这个黑布的时候 我没有把它全盖得很密 刚才各位有看到 我又留一些缺口 就是说让一些光线会进去 那姑姑就会长得比较好 那左边这些就是 有一些是新进的 像上面有写什么 蓝宝石菇嘛 黑木耳这些都是我最近才进来的 所以还没有姑姑出来 就算是说刚开始种 可能要再过几天观察看看 然后这些也是有些是旧的 在回菌过程中 那之前我的姑姑聊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只有这样子 那下午我们就再把它加工 就是扩充将近一半的空间 那这样子变成姑姑比较好摆 然后万一它再长的话 比较体积比较大 就不会说撞来撞去 影响那个姑姑的生长 那这平常的话我就是会把它这样盖起来 用这个黑布刚才有讲 用黑布稍微跟它盖一下 可是就是说你也不要盖的 也不要说盖的太密 但有一点这样子 有一点那个 让那个光线进去 这样姑姑会长得比较好 那有盖这一块布的话 就是也是可以增加湿度 然后有湿度的话 姑姑又会长得更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 我家的姑聊 那就自己DIV做一个 这样也是很不错 谢谢各位 那这个影片就拍到这边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并按赞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